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下去的那个海鲜的那个鲜味 它是在嘴巴里面是会环绕的 海鲜从南部红到北部 现在抢进排餐 第一站就选在微风松高 看中的是百货即可效益 以往街边店可能是比较好经营 但受到整个景气面的影响 还有整个的一个消费的 一个行为模式的一个改变 所以消费者现在比较趋向于 到一个购物中心啊 街边店生意越来越难做 反倒是百货逛街人潮和美食掏客 合而为一更能带动餐厅业绩 新一区两大龙头星光山岳 和微风百货纷纷引进 国外美食抢商机 还是会有要想多一些 国际品牌进来 像比如说像美国的Cheesecake 类似这样的品牌 我们也都在谈 不止美国的知名起司蛋糕 即将进驻微风南山馆 还包括星级铁板烧 日本知名蓝瓶咖啡 以及纽约评价汉堡 微风南山11月就要开业 餐饮比例高达60% 国际知名品牌永静 渴望在信义区掀起另一波美食站 三明星我会讲到关系在报道